彩券行外一早大牌長龍人潮滿滿滿 好熱鬧 齊樓都是人 因為彩券行在短午節這天 要送一百五十顆粽子 一百顆包子 還加碼再送五十元的大樂透 兩百張 民眾搶排隊 一早就來拿號碼牌 四點來 搶保護場 看能不能中一個大檔 四點半 現在搶十多元家來就來 客人計畫很早 為在台南南區的這間彩券行 在上個月有民眾來這邊 花了五十元電腦選號 結果開出四點零八億的大樂透頭獎 幸運得主包了六十六萬元的紅包 給店家 店家一部分捐給社福機構 另外免費發財券和肉粽 一早就吸引滿滿民眾 想要來分享好運氣 因為種獎人他有紅包給我好嗎 所以我們要回饋客戶 大家高興一下 而在高雄陵園區也有業者大放送 要跟民眾一起歡慶端午 早上十點開始發送三千碗的 免費龍虎般魚湯 民眾排隊嘗鮮 因為我們本來中午就想要配魚湯 他剛好有這個活動 我們就過來領這樣 肉粽配魚湯真的是很棒 短午節業者大放送 分享好運氣 彩券行發肉粽包子彩券 民眾一早就來排隊 或是三千碗免費龍虎般魚湯 也是吸引力滿滿 好多民眾都來嘗鮮好料 開心過節 記得賴慣章 蔡霜及陳安山 台南高雄 採訪報導